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100个句子 记完7000个雅思词汇的视频课程 我是主讲孟凡飞孟老师 今天呢我们讲到了第35节 那么35节我们的课程安排 还是按照句子展示 核心单词词汇汇拓展 句子结构以及小杰富士席来组成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讲的句子是哪一句 它来自于剑桥雅思八 这句话我们先来朗读一下 这句话中有哪些词汇 我们需要重点掌握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continuous 这是一个形容词 长得有没有觉得很像continue 没错 它就是continue的形容词形式 叫做持续不断的 下一个reckless 又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less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形容词尾坠 哪怕你不认识它 你也可以猜出来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reckless的意思叫做粗心大意的 粗心大意的 比如说路上一些马路杀手 可以叫做reckless driver 好下一个synthetic synthetic 这个意思叫做合成 syn这个词字呢 表示时间上同步 同步变成一样东西 这叫合成 那么它呢 什么词性啊 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别忘了翻译成合成的 后面这个chemicals 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讲过 它是化学物质啊 化学物质 for the control of tests 哎这个单词很经典了 就是说拍死它 拍死它是什么 是害虫 要拍死它 past 害虫 which pose 动词 在这里是动词哈 常见的时候名词是什么呢 我们摆一个pose 摆一个pose 那么这个作为动词 就是出现这个姿势 什么意思呢 叫做组成构成出现 组成构成出现 好那么a threat 这个词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也讲过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再复习一下 注意发这个音的时候 要咬蛇 threat 这一支咬蛇音 threat 叫做威胁 可以替换的是 dungeon 好 to agricultural crops 哎这个是我们生活中 息息相关的 非常重要的东西 crop 这是什么呢 叫农作物 农作物 crop and human health 人类健康 is proving 可能同一看到这个词 就有点懵了 这是什么词啊 好难啊 其实你认识它呀 它的动词原型应该是什么呀 就是啊 prove 证明啊 证明 因为结尾是e 变成ing形式的时候 e是要去掉的 proving 证明 to be counterproductive counter 叫做对立 那么productive product product 是产品的意思 那么production 是生产 productive 叫做生产率高的 productive 是个形容词 生产率高的 那么counterproductive 叫做生产率低下的 注意啊 这个productive的反义词形式 不是inproductive unproductive 而是用这个counterproductive 尤其指的是 生产一个东西的效率低下 用counterproductive 好 那么看看这些单词 有哪些拓展的词汇 我们需要掌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continuous 持续不断的 在我们考试中 可以替换的就是这个词 consistent 经常出现 那么它经常搭配的后面是 with a consistent with b 叫做 a与b 相一致 这个考点也要其中哦 下一个 synthetic 刚才老师说了 syn和sym 它是一加的 啊 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变形 什么时候会变成sym呢 就是碰到后面是b呀 p呀 或是m 哎 它就会变形变成sym 其他字母呢 它就是圆形syn 表示时间上的共同一起同步出现哈 好 那么synthetic 这个词可以替换的是什么呢 在考试中会替换的是这个词 artificial artificial 叫做人工的人造的 就是我们人工合成的 一个意思 我们常见的那个人工智能 叫ai 那么a呢 就是artificial 那么i呢 是intelligence 叫人工的智力智慧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这个考验词也必须认识 好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syn 这个是时间上的同步 共同一起 我们来看跟这个词 注射有关的 其他考验词有哪些 比如说 synchronize craw craw 这个词跟的意思呢 是时间的意思 啊 时间 所以时间上的同步 相同共同一起呢 就是指的数据的那个同步这个动作 synchronize 比如手机 电脑 数据同步 synchronize 那么还有一个考点词 给大家拓展一下 这刚才老师说 这词跟什么意思来着 时间 对了 加上ic chronic 表示 长期的 比如说 chronic disease 叫做 长期疾病 对了 就是慢性病的意思 chronic 时间上的 Chronical Chronical 叫做编年史 看到 chron 跟时间有关 那么再看这个词 synthesis 这个是合成的意思 就是名词 合成 那么photo synthesis photo 这个词字的意思 叫做 光照 把光照 合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动物 不是动物 是植物 植物进行 光合作用 叫做 photo synthesis 好 很常用 在各种动物类的 植物类的文章中 会出现 photo synthesis 刚才我们看到了 reckless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 复习一下 叫做 粗心 大意的 对 reckless 粗心 大意的 这个reck 这个词 本意呢 这个词本意呢 叫做 考虑 照顾 那么less呢 表示 没有的 把一个名词 或者一个动词 变成形容词 形式 然后表示 没有前面这东西 没有考虑 没有照顾 这叫 粗心 大意 那么我们再看 care care 这是什么呀 叫做 关照 那么be careful careful呢 就是仔细的 小心的 有很多care 很多关照的 这是careful 那么careless呢 表示 没有这个care 所以它的意思 也是粗心 大意的 careless 跟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speechless 是什么意思呢 speech 是一段演讲 一段话 叫speech 那么speechless 就是没有话说 什么意思 叫无语的 比如说 现在这个情况 很尴尬 是吧 你可以说 I'm speechless 我无言以对 我没话可讲 I'm speechless 无语了 那么flawless 那么来看一下 flow这个词 叫做 叫做 缺点 缺陷 瑕疵 叫做flow 缺点 缺陷 瑕疵 那么flawless 就是没有 这个缺点 缺陷 什么意思呢 对 它的意思叫 完美无瑕的 完美无瑕的 stainless stain stain呢 是污渍的意思 比如说墙上的污渍 比如说地毯上的污渍 都叫stain 那么less 是没有 没有这个污渍的 是什么意思呢 叫做 不锈的 就是不会生锈的 比如说 后面加上一个steel 如果你现在在家里 不妨去厨房 拿出一个钢叉 或者是勺子 你看看 它的背面 就会刻着一行字 叫做 stainless steel 叫做不锈钢 以后看到less 这个尾罪 你要能猜得出来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没有前面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不认识 这个单词的话 我们到时候 也可以猜测一下 它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好 threat 这个词 我们都是第二次讲了 说明它真的特别重要 它可以替换的 就是名词 dungeon 叫做威胁 威胁 然后把它变成动词形式 还记得吗 在上节课讲过 一个动词的词坠 就是en dungeon 加前面 以dungeon 然后threat 加后面 threaten 表示威胁 那么再把它后面加上ed 动词加ed 加ng 它就变成了形容词的形式 threatened 叫做受到威胁的 受到威胁的 那也可以说是edungeon 意思也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edungeon species 就是瀕临灭绝的物种 那么extinct species 就是已经灭绝的物种 要去分开 来下一个proof 证明 证明的话 那可以替换就是testify testify 可以进行替换 证明了某事 那容易跟这个单词弄混 长得有一点点像 这个provoke 这个在考试中也经常出现 它什么意思呢 叫做激发引起 激发引起某事 a激发引起 b这个事 注意啊 什么时候用这个词呢 就是b这个事 一定是不好的 坏事 一定是激发了坏事 负面的 才会用provoke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农药啊 可能会引起这个土壤 被侵蚀破坏 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provoke 激发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些拓展词汇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巨型结构 是怎样的 老样子 我们要找出巨字的主干成分 然后看看谁修饰谁 第一句 真正这句话的动词在这儿呢 is 那么真正的主语是谁呢 大家找到了吗 真正的主语啊 是啊 名词use 前面 continuous reckless 都是在修饰这个use 持续不断的 粗心大意的 的使用 什么的使用呢 synthetic chemicals 合成化学物质的使用 什么合成化学物质呢 后面戒边结构又修饰这个化学物质了 for the control 为了控制 控制什么呢 控制的pests 对于这些害虫控制的 synthetic chemicals 就是说这些 这什么东西猜出来了 就是农药嘛 对吧 就是要杀害这个害虫的 就是pesticize 农药的意思啊 那么这些使用 which pose a threat 这个which 在修饰谁啊 在修饰谁啊 修饰啊 前面这个使用啊 还是前面这个名词 一个定义从具 就是使用这种杀虫剂怎么了呢 产生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threat 动词 pose a threat 这是冰语 那么后面这个 to agricultural crops and human health 又是修饰前面这个threat 对于人类健康的威胁 和我们农作物的威胁啊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么这个使用是什么呢 是proving 后面表语 证明了 是counterproductive 这是什么 生产率低下 效率低下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杀虫剂之后呢 发现怎么了 得不偿失 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率 结果最后发现生产率反而变低了 好 这个大家都看懂了吗 来我们复习一下 今天我们通过这句话学的单词 第一个crop crop这是什么呀 这是庄稼 农作物 crop 那么artificial 想想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这就是人工的 sensitic 这是什么呢 合成的 synchronize crop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时间 时间上的同步 这就是手机啊 电脑数据上的这个同步的意思 sensitic 这是名词合成 photo senses 把光合成了 这叫光合作用 paste 拍死它的是害成 pose 不是姿势 它是叫做构成 导致啊 组成 导致一个事情出现 pose continuous continue的形容词 持续不断的 constant 这是同一替换 持续不断的意思 danger等于threat 叫做威胁 那么threatened edangered 这些都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受到威胁的 好 那么reckless和careless 它的意思一样都是 粗心大意的 speechless 就是没有语言的 什么呢 无语 语色了 说不出话来了 speechless flawless 没有缺陷的 这个叫做完美无瑕的 stingless 没有污渍的 这个叫做不锈的 proof等于testify 这个是证明的意思 provoke 这个是激发某些负面的事情发生 叫provoke counterproductive productive是生产率高的 高效的 那么counterproductive就是低效的 生产率低下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过的所有词汇 千万别忘了复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